附近人聚集這一個信仰的地方 就有一些銅板美食 那這附近就有一家我非常喜歡的肉園 這個大樹有名的玉盒包 現在玉盒包已經接近尾聲了 很多肉的 很多肉的 剛剛那一隻50塊而已 那一隻金鑽鳳 笑又好吃 然後剛剛我的子女跟我偷肉 他這一趟都會跟我出門拍影片 他只是為了吃這一碗 他剛剛在車站跟我偷肉 讓我覺得好難過 好難過喔 嗨 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我回到我的家鄉了 高雄市的大樹區 那在我旁邊是我小子女 請她自我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語安 然後她是念這個文藻西班語系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帶大家去吃一些這個 大樹區 酒區堂的一些美食 還有一些景點喔 那我們第一趟就要吃一個 同班美食 這是我非常喜歡吃的一些肉園 好 那我們現在就過去囉 在台灣的這個鄉村 通常這個廟宇 附近人聚集跟一個信仰的地方 附近就有一些同班美食 那這附近就有一家我非常喜歡的肉園 去日本之前一顆是10塊啦 那我現在去吃看有沒有 小小的漲價去看一下喔 這一家是我常來吃早餐的地方喔 那我們看一下喔 我要吃肉圓 小份就好 小份三粒嘛 對 蒜泥香菜也可以嗎 香菜不要 不要香菜 好 我來割一顆就好了 一顆喔 一顆十五塊 可以當這一顆 好 都是自助室的自己來 然後這邊的肉園啊 蠻大顆的喔 你在做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喔 大概二十四年有了 二十四年了 所以我是從國中才搬到大廚了 我認得你 你認得我 去日本前這邊一顆是十塊 現在疫情這兩年 入價漲得不少 現在一顆是十五 然後他有三顆四十塊 然後大份是五顆六十塊 哇好懷念喔 喔 哎唷 我Uncle兩年都沒吃了耶 豬肉很多 很飽滿 那時候在台北上班 我就回到高雄 一定早上都會來吃這一家 然後這邊有在賣什麼 豬卷香 三十塊 配搬香點 只是等一下 要去吃別的通班美食 所以我不能吃太多 然後這一間叫什麼 叫洪濟肉園 然後在九居堂的那個天橋附近 然後我們在地人就叫什麼 是天橋還是鹿橋肉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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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橋還是鹿橋肉圓 忘記 這是我們大宿九居堂那邊的一個早餐 然後我們現在要帶大家進去看看裡面有什麼好吃的 好啊 有什麼好吃的 走吧 其實已經兩年多沒回台灣了 就是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遊客的感覺 很陌生 來啊這個大樹有名的玉盒包 現在玉盒包已經接近尾聲了 好多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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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盒包就是肉很飽滿 然後那個種子很小一顆 有沒有 都是肉 嗯 好吃 啊三 一斤多少個 一斤百七 一斤百七 好 好 大樹 一盒包大餐 好 好 你怎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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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大樹 這個好 大樹 我們這個大樹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有名的水果 就是鳳梨的什麼 那個叫什麼名字 金鑽鳳梨 金鑽鳳梨喔 我們帶大家去吃一顆 真的非常的甜 然後不咬不咬舌頭 這是幾號的鳳梨啊 17號金鑽的 金鑽都是17號嗎 嗯 3號是什麼 3號鳳梨是嗎 3號是鳳梨 3號是鳳梨 這鳳梨要怎麼挑啊 要怎麼挑啊 我看你鋸魚的 鋸魚的啦 對 鋸鑽就對了 鋸肉這樣就對了 鋸肉這樣就對了 鋸肉還真是 我鋸肉還真是 我鋸肉還真是不錯 鋸肉還真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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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肉這樣嗎 為什麼要敲啊 鋸肉的東西是白肉啊 鋸肉還是白肉 跟肉跟肉 腥有沒有 如果鋸肉 肉給鋸魚 鋸魚然後湯到水水的 如果鋸魚丸 沒有鋸魚 như它那麼漂亮 像他那麼漂亮 大樹出生的啊 土生土長的 我 casa She's still here 我是國中搬過來的 我先講 我們住家 一住家的嗎 單身嗎 不 Què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沒有 媽媽會罵喔 啊這個金冠貢禮是幾月到幾月啊 這個時候沒有啊 沒有啊 到這個時候而已啊 到這個時候而已啊 啊什麼時候開始啊 差不多 我也不會說 你怎麼說 你怎麼賣就好了 差不多三月 三月開始啊 三月 到這個時候就沒有啊 現在有南島的 南島的 這個大支 來啦 來這邊啊 現切現吃 金鑽鳳梨啊 推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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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不咬舌頭 不咬舌頭 很甜很甜 從小吃到大 對 很久沒吃真的很甜 不酸 你吃到嘴裡他就是 跨掉啊 買鳳梨啊 指定大樹的金鑽鳳梨啊 喔好吃耶 停不下來 剛剛那一隻 五十塊而已 那一隻金鑽鳳梨 笑夠好吃 金鑽的現在喔 不是比較平衡 不過齁 這個時候沒有啊 會不會像這樣 會壞掉 會不會這樣 哦 啊現在來我們就有西瓜鳳梨了 西瓜鳳梨 西瓜鳳梨 西瓜鳳梨很大甜耶 我很喜歡吃西瓜 這樣喔 西瓜都會花甜耶 不是咧 不是那種咧 西瓜鳳梨耶 西瓜鳳梨喔 哈哈哈哈 你覺得老闆娘給我翻白一點 一個品種叫做西瓜鳳 你稍微在那裡看那裡有大甜的 有大甜的 有大甜的 比起打 你有沒有要下去 有大甜的 有大甜的 去看一下西瓜鳳梨 西瓜鳳梨 剛剛搞得鬧了一個笑話 哈哈哈哈 哦 好大 好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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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西瓜鳳梨喔 對 西瓜鳳梨好吃喔 哦好大顆喔 我會聽斷吧 啊這西瓜鳳梨 可以拿一下嗎 西瓜鳳梨喔 跟你頭一樣大顆 哈哈哈哈 哦 那你有吃過嗎 沒有 沒有 啊你第一次聽到嗎 對 哇塞 這個真的是假大樹了 哈哈 啊這個怎麼算 一斤魚喔 一斤魚喔 這有魚甜甜的鍋 我不要聽他有什麼叫西瓜鳳梨呢 這又是西瓜鳳梨 大家都說西瓜鳳梨 那你自己煎的嗎 對啊 那你煎的 這個是幾號 這有五號 它叫西瓜鳳梨 青龍 對青龍 左青龍右白 我等一下吃看看 跟這個金鑽的味道 看有什麼差別 一斤25塊 也是非常的便宜 來來來 魚來吃看看 第一次吃耶 不一樣甘甜 也一樣很好吃 它的汁比較多 然後它的甜度 沒有像金鑽的那麼的 那麼的甜 對 那如果你想吃就是 微甜的呢 我覺得可以挑這個 西瓜鳳梨 大顆 全滴全滴的 全滴全滴的 分量很多 來你說可以我們吃什麼 當然是這裡的海鹹螃蟹粥 我覺得它是 這家海產店裡面最好吃的 好那我們就點這個好不好 螃蟹海鮮粥 好 我們這裡主要是 賣海產 然後看你想要吃什麼 好像 比較獨色的菜 像這個 這是什麼 頭刀魚蛋 啊 尾頭刀魚蛋 好不要為難我姿女了 可能每次來都是我爸媽點的 要點什麼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鱔魚皮 然後炒酸菜 酸菜 酸菜是我們自己醃製的 喔 然後外面一般都是炒 青菜 你的招牌慢慢就來一份好了 難得回來看他吃夠粉了 然後這一家海鮮店在 九七堂這邊算是一間 明店 逢年過節 這邊幾乎都會坐滿 但是價錢 我已經忘記了 我沒有問他價錢 就直接點 等一下就看一下我點想多少錢 來啦 我們來這一間店就是為了吃這個 然後剛剛我的子女跟我偷漏 她這一趟 都會跟我出門拍影片 她只是為了吃這一碗 她剛剛在車上跟我偷漏 讓我覺得好難過 好難過喔 呵呵呵 我們應該想吃 那現在吃到了 開不開心 開不開心 我覺得我現在算得幸福 幸福喔 幫了班日Youtuber有什麼感想 還沒有了解Youtuber之前 我覺得他們的工作應該是蠻輕鬆的 但是今天跟我oncle一起來拍影片 我發現喔 不是這樣 那個拍影片要做準備也很多 包括你要去做什麼主題 去哪個地方拍攝 這個都是需要事先要做 還要跟陌生人 在那邊對話 跟陌生人也有好 對對對 你的社交能力要有 對對對 還不小心要被陌生人 剛剛還說白眼 鳳梨 西瓜鳳梨 西瓜我喜歡吃啊 阿桑又被我白眼了 呵呵呵 SOLO今天出來 就是為了這一碗 嗯 好好吃 然後呢這一碗呢是紅巡粥喔 老闆剛好沒有強調是紅巡粥喔 看到我的影片啊 然後來到了大樹啊 或者是打電話來要外帶啊 記得強調是紅巡粥喔 然後他說這個熬很久啊 整隻紅巡下去熬了 跟一般外面的海鮮粥是不太一樣的喔 讚啦 難怪我小侄女 從小吃到他 等一下還要外帶給他裡面吃 然後呢這個是小的 他說三到四人份喔 那我看四到五個人吃沒問題 他有大的是六到八人 然後這個是魚蛋 這個是沙魚皮喔 嗯 有一點 這個炒龍之味 魚蛋 好吃耶 好吃 他有甜點喔 這麼好 謝謝 那我們今天點了三道菜 含一個烏龍茶 我們是三個人吃啦 還有一個攝影師 所以七百五十塊 我覺得滿便宜的 今天的紅巡粥是三百八十塊 三百八十塊 我覺得蠻超值的 那就是今天拍這個影片 主要就是宣傳我的霧蝦是大樹 他有介紹一下他的這個金鑽鳳梨 還有大顆的這個西瓜鳳梨 那希望大家就是 有空來大樹做作 沒有空來大樹做作呢 去市場啊 可以買一些大樹的這個水果喔 那我是北海盜女婿 今天跟著我的子女出來 體驗一下當Youtuber 拜拜 要不要用西方語 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Adr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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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藻大學 一年來的 一年來的 他在文藻大學 是有趣的 所以 我教你 我教你 你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那到底講了什麼嗎 大家好 我是Adriana 然後我現在是文藻外大學的一名學生 已經入學一年了 我覺得西班牙語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每天都會練習 所以他才唸第一年而已嘛 對 準備生第二年了 生第二年